再來的話有關那個水平 水平軸的部分 其實就是日期啦 那因為日期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日期的部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日期部分 因為它的資料太長了 所以你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感覺好像有點它變成要放斜斜的 但如果你把它放直的有沒有 感覺又怪怪的 因為它裡面是數字 如果你放直的又不好看 所以它這一題的話 希望你怎麼放呢 因為它希望 把這個格式改一下 改成滴滴刮虎AAA就好了 那這個滴滴什麼意思呢 滴滴其實就指的是日 那年就YYYY 就四個Y嘛 然後斜線 MM就是月嘛 那斜線就滴 滴滴的話是日期 也就是說呢 它為了能夠放得下 那它就是什麼 把它留下日期就好了 那所以顯示出來就是哪一天 週期 週期的話就刮虎AAA 然後週期部分 然後並且把它放成垂直的 OK 然後另外的話 還要設定它的字型 也像微軟正黑體 然後9號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怎麼做 一樣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設定的話 我跟各位講 第一個點一下那個東西 第二個的話 按滑鼠右鍵 選擇那個坐標軸格式 有沒有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 主要針對什麼東西呢 主要是針對它的數值 所以數值理論上在哪裡 我是建議你平常沒事就把這個 有沒有 不要的把它選 有沒有把它收起來 那其中的話呢 猜得出來 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那個應該會在數值裡面 我猜了 OK 那把它展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數值 就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儲存格 裡面的制定 你們還記得 滑鼠 我會習慣用右鍵儲存格式 裡面就會跳一個 那個儲存格 制定的時候呢 會顯示出來的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制定 那底下的話 你會發現就顯示出它要的 所以目前的話 是顯示是年月日 我只要日跟週幾的話 OK 那你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把前面的這個YY跟MM拿掉 包含斜線 那改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在下方這邊改一下 把這個前面的東西delete掉 這樣就OK了 然後按一下新增 那跟各位講 這個格式代碼 跟那個儲存格式的代碼 是一致的 一樣的 所以你儲存格式如果要改這樣子 也是一樣的方式 只是按好幾個 裡面有個制定 還記得吧 字體裡面改就可以 那一樣喔 如果你要產生週幾的話 瓜糊 AAA就週幾 那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 就是四個AAA 就是星期幾 OK 那這個是跟格式是一致的 新增一下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擁擠的感覺 OK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地方呢 還有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要 他要幫我放成垂直的 可是垂直的話 他並不在這裡面 也不是刻度嘛 也是標籤 那就在下一個 叫大小與屬性 切過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一個對齊 有沒有發現 對齊裡面的話 底下有個文字方向 那請你把它改成 垂直的就好了 題目裡面好像要求是垂直 這個很重要喔 以後一定要看準喔 他反正上面名稱叫什麼 你就點哪一個 你不要點接近的 OK 一定要點一模一樣的 才有分數 這個很重要 OK 點一下垂直 所以啊 當然理論上 你考試的時候會有紙本 反正請你把 紙本上面的 敘述看清楚 最好拿一個紅筆吧 像我一下 把它OK了 劃掉劃掉 槓掉槓掉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 他通過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是覺得 時間掌握一下 因為只有數十分鐘 最後的話呢 坐標走位置在刻度上 這個敘述呢 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刻度上的話 有沒有一個叫刻度 剛剛我們把它放垂直 再移回來 右邊這個 坐標軸選項裡面有沒有刻度 有耶 有沒有刻度 刻度裡面有沒有一個叫什麼 組坐標軸還是刻度類型 它裡面的話 有個叫 位置在刻度上 那其實指的應該是組坐標軸 那現在在外側 坐標軸 位置在刻度上 坐標軸 位置 坐標軸 位置 位置 坐標軸 坐標軸 不是這個 看一下 在底下 刻度 這邊有 這邊有 有沒有 坐標軸 位置 應該在這裡 叫做標軸 選項這裡 所以有的時候 反正你多練習幾次 就要熟悉 那個功能在哪裡 比較少用這個 這個我實在很少用到這個 到底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你們也可以 再觀察一下 我說真的也看不太 我點半天 我還是不太知道 到底有什麼差別 坐在刻度上 它預設是刻度與刻度之間的間距 還是說它這個放的位置 好像有稍微動一下 好像有稍微動一下 在刻度上 剛剛好在刻度的位置 但是說真的我這很少用 所以我會 比較常用 我比較記得起來 其他我比較少用 會稍微找一下 不過應該還是找得到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微軟正黑體 然後9號字 那怎麼做 其實這個面板可以關掉了 設定方法 請你從直接從常用 然後把它改成 不是上面這個 記得捲到下面的微軟正黑體 然後呢 9號字 預設就9號字 不要動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直接拿上面的常用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垂直軸 最小是48.0 那一樣設定這個 所以為了便利 我們要快一點的話 其實是直接 點一下垂直軸 點一下垂直軸 這個就垂直軸 然後直接設定 那個微軟正黑體 如果 當然最後 你練熟之後 最好就是說 看有沒有一個快點的方法 把同樣的東西先做完 有沒有微軟正黑體 然後12 最後它好像有個選項叫什麼 最小值 最小值剛剛設定過 所以一樣在這邊按滑水右鍵 坐標軸格式 然後會有個最大最小值 最小值它要把它改成48.0 所以請你把這個原來44改成48.0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它就會輸入到裡面去 那如果你輸入之後的話 這邊會是一個本來自動會變重設 可能再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Enter這個動作 這邊會變重設 表示你這個就得分了 OK 那這個我剛剛先做了 所以我再做這個好像比較順 那最後的話是針對什麼 繪圖區 繪圖區記得 這個叫繪圖區 繪圖區指的就是哪一塊呢 你游標放上去好像也會顯示 有沒有 這叫繪圖區 這很小 繪圖區三個字 那外面這一塊叫圖表區 有沒有 所以指的是這個 然後再來做什麼 它要我們把繪圖區裡面的填滿 改成這個 輕度漸層 所以是要漸層填滿 的這個 輻射三 輕度 漸層 然後框線的話呢 是要升藍色外框 然後呢 3PT 所以呢這個應該就由其同 按滑鼠右鍵 出成個繪圖區格式 這邊會出現 那首先呢 我們針對填滿 填滿的話要漸層填滿 漸層填滿的話呢 它要預設的填滿 預設填滿裡面的話 它要漸層3 這個 輕色 應該是一個吧 輕度漸層輻射3 那沒錯吧 輕度漸層 對沒錯 反正你就把那個紙本的 提本放旁邊 然後你游標放上去 確定是這個答案 你就點下去 那就會有分 不要說找接交 打他插一個字都不行 就沒分了 輕度漸層 像旁邊是輕度漸層輻射2 所以它是1 2 3 那底下就是 這就有別的名稱 所以點這個才對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版本不一樣 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命名方式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把框線 所以框線部分的話就在底下 把它改成3P 框線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收折起來 填滿 收起來 換成框線 有沒有 然後呢 改成是什麼 10 應該是框線色為 他們要講哪一種 所以是改顏色 跟改3PT就可以 所以顏色部分的話呢 改深藍 深藍應該是這個 然後3PT 輸入那個3 Enter就OK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外 顏色跑掉 應該是深藍 我剛剛 點這個 然後3P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這一題了 所以這一題其實是蠻囉嗦的 因為它兩個 這個 7月跟8月 那所以做出來應該長這個樣子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然後找這邊 EXA03 OK 然後把它出生 這樣子 就完成 那當然啦 如果你還有時間 可能就是回頭再驗證 像我如果有時間啊 我會把每個動作 每個動作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確定是不是我做的動作是都正確 確保說沒有遺漏的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 要拿到 及格分數絕對不是太大的問題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如果這一題做完的話 可能就是再請大家再檢查一下 確定說你是每個功能都OK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這個302OK 那就請各位呢 再看一下304 我是覺得 比較難的應該就是這個設定啦 你每個地方的設定 比如要點這個軸按右鍵 儲存 這個座標軸格式 盡量把它熟悉 然後並且每個面板都去點它一下 你會發現啦 反正以後就記圖嘛 第一個 油系統一定是填滿 跟線條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比較 這個好像我們都沒有用到 考試好像後面題目 不確定用不用到 那你知道這個格式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 對齊吧 對齊好像有的時候會出現 有的時候不會出現 好像如果只有 有文字的時候它才會出現 如果是圖的話呢 它就不出現 好像剛剛好像我記得我點這邊 好像就沒有出現 因為它這邊不是圖 如果我點有字的地方 這個對齊 這個地方大小與屬性才會出現 有沒有 我如果再點這個圖 這個圖 因為它沒有大小 所以這個就沒有出現 點這邊才有 OK 裡面的話就是對齊啦 還有什麼 沒有就對齊而已 所以以後呢 文字裡面包含就是說 它的對齊方式啦 它的文字方向都從這邊去做設定 其他的話還有像這個 是坐標軸選項 包含就是坐標軸的範圍啦 單位 還有水平軸的交叉於哪裡 這個我好像比較少用到齁 然後還有顯示單位 單位 預設好像沒有啦 然後刻度等等的 那底下就是刻度 標籤 標籤好像我們 這個題目還沒用到 刻度也沒用到 數值剛剛有用到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把它熟悉一下